咖啡能让数百万人充满活力 现在一个名为生物豆的公司 也想让咖啡给巴士提供动力 公司创办人是阿瑟·凯伊 我们从英国各地数千家咖啡馆 收集咖啡圣渣 然后把这些咖啡圣渣 在我们的剑桥骏工厂中 变成先进的生物燃料 凯伊说英国每年会产生 50万吨咖啡圣渣 其中多数都成了垃圾 生物豆公司从咖啡店和素容咖啡加工厂 获取原料 用从圣渣中提炼的油来生产生物燃料 生产现有引擎能够使用的燃料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动力 生物豆的关键也是我们力图做到的 就是生产今天即可使用的燃料 凯伊表示生物豆的贡献将是适度的 他们生产的咖啡燃料 目前以20%的比例和其他燃料混合 足够一辆巴士行驶一年的了 这只是开始 即使我们从伦敦获得了所有的咖啡圣渣 也仅够大约伦敦三分之一的巴士网使用 凯伊希望最终生产百分之百 以咖啡为原料的生物柴油 他希望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全世界 咖啡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每年会产生数百万吨的咖啡圣渣 但都浪费了 我们希望和其他公司合作 为他们省钱 最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也就是说 咖啡早上既能为你提神 也能驱动你上班乘坐的巴士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 华盛顿报道